杨洋 請準備 各位剛才聽到很多的分享 其實因為十年前我去過南非 這次去也難免做一點比較 並且我在學校是教生態學 生態學最重要的觀念叫做生態系 所以我是用一個系統的觀念 來跟大家分享我的觀察跟我的學習 所以我是一個摘要性的 如果你有興趣繼續聽下面的話 另外找機會 所以今天是非常摘要的部分 事實上今天我主要的任務 是來邀請各位來參加下一場的分享會 上一場的分享會 我的人參加了 是7月22、23 兩天在台灣大學 那是政府辦的 我們是客人 今天是民間辦的 我們邀請政府來 政府的部分 他算是政府的 所以他自己出錢出去 不過他是政府官員 那麼10月21號 10月21號星期天 在東海大學的校園 從早上9點到下午3點 那麼這個目前是政府辦的 政府辦的是台中市環保局辦的 但是我是希望把它發展到 變成為也有政府的部分 也有民間的部分 那麼這個我非常喜歡 這個王老師 其實我們從南威回來以後 我每年在東海10月份辦活動 他一定到 有時候辦也去過 很多人也去過 那我們從那邊開始就算了 就月保加1加2加3加 到加10的時候就今年 那就加10事實上就是 就是里約加20 那麼其實我還是在辦下去 那麼今年 目前是台中市環保局來辦 我那邊只是 一個場地的提供 但是我想把它發展變成為 我們民間也有 那麼我們民間困難的部分 就是我們比較少資源 如果我們達到資源的話 我們把它變成3天了也可以 那就算一天了 一天 我們那邊的活動 早上這個9點到下午3點 有室內的部分 有室外的部分 室內的部分 他實際上這樣9點到下午3點 有開幕式 然後主題演講的話 我們回應聯合國的部分 The future we want 我們希望找到一個適當的人來講 整個台灣 台灣版的The future we want 找到適當的人來講 那麼找到一個適當的人 在台中辦 找到適當的人來講 台中版的The future we want 大概只有20分鐘 那麼講 接下來就休息了 半個小時的休息 我們這些人可以場外去 場外去 場外有至少15個攤位 做展示 還有一個舞台 繼續在表演 我希望我們這個農村青年 也可以在那邊表演 那麼接下來 實際上就在這個李恩的分享的部分 實際上是政府團的民間團的 那王老師他一定要代表民間團去 那麼政府團也請他們的團長來這裡分享 來了嗎 政府團 是是是是 然後接下來中午12點的時候 吃適當的時候 我們再出去外面 但是有人民高峰會 那外面實際上有P.O.Maha的展示 然後下午呢 我們有三個場地ABC同時進行 一個談綠色經濟 一個講制度架構的部分 那麼分別就是 希望這個家維 林老師一定要在那邊 我們再找一些人來 談 然後呢 在一個場地談優先的議題 看看我們可以選 現在還可以來選 也不可能什麼都談 然後三連就結束了 那這個光光的部分就這樣而已 然後民間的部分呢 我們從三連就是民間的活動 民間的活動 我們剛才聽那麼多 這個大家去去巴西的 最好玩的是什麼 就是遊行啊 對不對 這個遊行最好玩的 我們在那邊來遊行 這個遊行我已經辦了很多年了 我從0809到1011 今年說照那個畫 絕對沒有問題 在外面遊行是很麻煩的 要申請什麼什麼麻煩 在學校運行 照著我們教導人遊行 很棒很棒很棒 那麼每次化妝的遊行 旗子都在那邊 那麼我們學校很大 大概去過都知道 從校門國進來 進來 兩邊都有樹 樹上面就綁條子 綁繩子 所有的衣服都穿上去 所有的旗子都穿上去 那個場面會很棒很棒 那最後就辦這個遊行 那麼事實上 我不知道還有幾分鐘 只有兩分鐘 那我講的就這樣講 我對政府的建議 就是說我感覺到 我們處境是越來越困難 所以我認為政府不能再像以前那樣 要開會了才臨時組個團去 因為我們預期啊 就是十年以後 聯合會再開地球高峰會議 那就是2022年 所以22是一個很重要的數目字 所以我們提出一個22的運動 我們今天就開始來準備 22年要去參加 22年誰執政不知道 但是政府要有連貫性嘛 我們誰執政要有這個心胸嘛 我們現在就開始準備 我們在台灣 就是正式來回應聯合國的 制度的改變 回應聯合國的這個 綠色的經濟 很難很難 實際上是很難的 但是沒有路 其他路可以走 台灣如果能走出一條路出來 就是幫世界找出一條路出來 那這樣的話 時代由我們去參加的時候 一定是非常風光的 並且就是說 全世界都在看 那現在說全世界都有看 那台灣怎麼辦 所以我們應該要趕快把 禮樂經驗做一個充分的分享 形成全國的共識 然後變成我們現階段的 國家的基本國策 政府施政以這個為標準 國會的建築政府以這個為標準 這是我認為台灣應該做的 我們做得好的話 那台灣就有出路了 因為我們幫世界找出路 那當然世界就看我們了 所以我們這樣才有前途 我是這樣的想法 那請大家這個這個 10月21號禮拜天 一定要到 並到台中來一趟 那希望全國的 所有的環保的團體 全國所有的政府的機關 全國所有的產業 只要你有環保的概念 都歡迎來來分享 那室外的部分 這個活動至少500人 現在的國家至少500人 我們讓它變成給5000人的活動 如果做得到的話 那天遊行起來的話 那希望我們遊行精彩到一個程度 就是那個CNN會來拍 把它撥到全世界去 那麼全世界都看 哇!有個地方喔 他回應 就是說兩個會議開完了以後 就追擊積極回應了那個地方 哇!有個大遊行 CNN報了出來 後來他們發現說 他們不是兩個會議人國耶 他們會想想辦法 應該怎麼樣 公平對待台灣 不要一直I'm afraid of the Taiwan 那我們希望這個 王老師這個理念 這個理想 民間聯合國 會能夠成立 並且我們就像 那一次啊 就來做一個 預約的展示 UN UN UNGO 好!我們這夢想的可以實現 再次邀請大家 10月21日 務必到東海來一趟 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陳體華老師